今年的中职呢 没有在有线电视播放 由中华棒写所主导的 爆米花夏季联盟 为了吸引有线电视棒球迷的目光 特地派出了八位爆米花女郎 路过天舞球场来爆发爆米花 不过中职的话 今年的这个一大犀牛队 是有阳光活力的吸睛女孩炒热气氛 双方派出辣妹对咖有看头 活泼有招气 吸睛女孩炒吸睛 有点被吹开 腊体动比赛场边气氛 吸睛女孩穿着背心热裤 大跳性感热乌 看了球迷们热血沸腾 不少球队靠拉拉队抢人气 而七号停的棒球场 吃溪打赛场内大火热 外面经有爆米花联盟的真妹来踢馆 我们有好吃的爆米花 贴心送在你手中 请多支持下季棒球联盟 一个比一个火辣虽然没制服 但这些免费送爆米花的美女 正是为了替爆米花夏季联盟做宣传 524天母爆米花 谢谢 524天母爆米花 直接在球场外 赶上第一次变成MOD转播的中华之棒 其实爆米花夏季联盟 是今年由中华民国棒球协会 和原本转播之棒的未来电视网 还有汉创运动行销 一起组成转播推广 总共六支台湾业余城邦队 而美队队员有25位原本的选手 加4位外籍选手 加5位大专选手 攻击打150场 首届总经费就要8000万 爆米花联盟 相抢有限电视棒球收视人口 互相较劲 秀得出浓浓死沙味 记者陈旭毅 曾建勋阿布斯 陆伊台北筹毛报道